随着马斯克创立的初创公司Neuralink此前宣布 以获准进行首次人体临床研究 有关脑机接口的研究进展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到底什么是脑机接口 目前中外在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这一充满科幻感的技术的发展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脑机接口指的是在大脑与外部设备间创建全新信息交换通路 一方面将大脑信号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信号 实现对机器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将外部设备信号转化为大脑可识别信号 从外部对大脑进行直接干预 据专家介绍脑机接口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最开始即脑电波、阿尔法波和β波被发现的1924年 到1970年之前是学术探索阶段 1970年到2000年左右是科学论证阶段 2000年以后 尤其是2014年世界杯上一名高位截摊的青年 通过控制机械外骨骼开球 到了应用推广期 可以说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科幻走向现实 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实验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和家用 从医疗领域走向其他领域的过程 从技术路径看 脑机接口的实现分为非植入式与植入式 前者无需手术 只需将采集电脑信号的电极附着在头皮上 其风险小 但探测到的脑信号精度不高 所以实现的功能不多 只能用来执行简单的控制和操作 后者通过手术将电极直接植入到大脑皮层 离神经元更近 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神经信号 但需要手术操作 有风险且成本较高 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 首先是医疗领域 今年8月 《自然》杂志发表的两篇研究论文表明 两名因严重瘫痪而无法说话的患者 通过采用侵入式脑机接口 能以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和语速 与他人进行交流 脑机接口也被用于多种心理和神经疾病的治疗研究中 美国CNBC网站称 几十年来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脑机接口技术 一些公司已开发出了有前途的系统 由马斯克参与创立的初创公司Neuralink 今年5月宣布 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可以进行首次人体临床研究 Neuralink的脑机接口 需要对患者进行轻入性脑部手术 植入一个硬币大小的设备 使患者能够通过蓝牙连接控制外部鼠标和键盘 纽约时报报道说 美国农业部的记录显示 到目前为止 Neuralink公司已在绵羊猪和灵长类动物身上测试了该设备 2020年的演示中 马斯克展示了一头植入该设备的猪 2021年的展示中 一只植入设备的猴子可以用一年玩电子游戏 英国独立报报道说 由清华大学团队开发的脑机接口 使用一种柔性入耳材料 来建立与大脑的数字连接 香港南华早报称 中国政府在天津建立了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荣海河实验室 该实验室拥有无创脑机交互关键核心技术 布局了国际最大最全面的脑机交互专利池 实现了脑机交互全技术链条覆盖 武汉中华脑机融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 已通过11位顶尖专家的认定 专家组认为 其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推动了我国脑机接口技术进步 该公司近日向《环球时报》书面回复称 我们的微真具有高可靠高稳定的机械与电子特性 能够广泛用于神经信号记录与神经元刺激 同时提供多种电极规格选择 最大通道数可高达65,536 是纽瑞Link产品3072通道的20倍 有专家认为针对该技术的争议主要就是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 比如做侵入式脑机 很多脑机信号有可能变成人的DNA指纹等 带有生物特性可能会反向控制脑神经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也有观点认为 虽然借助脑机接口技术重塑人脑的说法 有些过于激进甚至为时尚早 但一些专家敦促国际和国内社会 制定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技术的边界和限制 同时要建立健全的伦理框架和道德准则 引导脑机接口研发者和使用者 在实践中采取正确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